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第十规 上次交流到最后的经文 这段经文在我们这个时代显得特别的重要 因为现在知识爆炸 我们有没有能力分辨邪正 是非真旺 假如分辨不出来 我们就可能受它影响 受它污染 你看从身体的角度 空气中都有病毒 其实我们所接触的媒体书籍 有没有染污呢 会不会危害我们的心灵呢 那这个当父母 当老师的 甚至当领导的人 都要有能力辨别 才能护得了我们的孩子 学生下属 传统的祠堂 都有一个牌位 天地均亲师 人世间三个角色 跟天地并列 可见它们的重要性 天地化育万物 恩我们不能忘 还有军 这个军呢 不单是指军王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很多已经走路 民主了 这个政治运行的形式不同 但是精神还是一样的 这个军呢 延伸开来 国家的恩呢 各行各业 让社会安定 让我们的生活 能够正常稳定 都跟各行业的付出有关 你说警察 军人 这个才能使国家地区安定 很可能我们在吃年夜饭的时候 他们都还在岗位当中 所以 这个军恩 延伸的是国家恩 我们下一代不能把恩德 视为理所当然 那就会变成 很自我 变得很忘恩负义 他都不觉得有恩德 他就不可能去感恩 其实我们看到不感恩的孩子 不只不能跟他生气 应该怜悯他 不感恩的人是没有福气的 他后面的人生 会很坎坷的 我们修学圣教的人 我们修学圣教的人都有前后眼 不是只着在眼前而已 看到他的未来 希望人 希望人转变他的思想观念 不然未来 不然未来堪忧 我们学生的一些习气 不调伏 他未来没有前途 比方说很骄傲 那他以后就很没人缘 他不会有太大的出息 所以思哉思哉 童子之命也 很可能老是就扭转了他的处事态度 他的命运就因而改变了 所以教师行业是很能积功累的 因为改变一个学生 就改变他的子孙 改变他一生遇到的亲戚朋友 都有可能因为你的教导而转变了 那我们看得到未来 也看得到他形成现在行为的过去 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了 所以我们会生气的起来 还是因为我们着相 着在他现在行为的相 我们一着相 我们的智慧就不见了 我们就会愚痴了 我们就会被情绪主导了 会起贪嗔这些情绪 还是因为愚痴 所以修行老和尚强调的 外不着相 就不能着相 看我们能不能着相 看我们能不容易着相 想想我们每天 脑海里会不会自己浮现很多 人事静缘 挥之不去 那这个我们警觉性要高 这都是我们很容易着了相 这个时候要警觉到 不能让这些妄念 这些景象相续 要赶紧提起一句 拿摩阿弥陀佛 把这些妄念扶住 不能让他相续了 所以一切人事物 都不要放在心上 这样就着相了 大家有没有印象 比方说你现在突然很想吃什么 你就做不了其他的事了 非得吃一下才甘愿 我们闽南话说的 不吃不吃 处的刺 你看我闽南话都念不 念不顺了 念不顺了 所以都要锻炼 你不练了就生疏了 没吃嘴巴都会抖 大家有没有感觉 你看你着在这个 要吃的东西上 你就没理智了 不管了不管了 我现在一定要怎么样了 那这样的人很危险 很容易 人家一知道 你最喜欢吃什么 你最爱什么 你的灶门被人家抓住了 你的人生可能就被人家抓到把柄 控制住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练到 没有东西可以诱惑我们 这样就像武打片说的 刀枪不露 练成金钟造铁布山 无欲则刚 我们没有欲求了 就能很正直的去处理每一件事情 很公平的处理每一件事情 所以当老师 当父母 当领导 都要大公无私 不能偏心了 那刚刚提到这个君 延伸开始国家恩 亲父母恩 师 老师的恩 父母给我们生命 养育 照顾我们 当然父母也是孩子第一任老师 那老师也给我们慧命 师者 传造 授业 解惑也 我相信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 这一句真的是很熟悉 那我们承接了圣贤佛菩萨的到了没有 我们假如没有接过来我们怎么传呢 跟接力棒一样 我们得先接过来才能传给学生 什么是五轮大道 什么是五轮大道 轮常大道 什么是行大学之道 什么是行菩萨道 我们自己清楚了没有 我们自己在行道没有 我们很熟悉的每个句子 你真正用心思维 会给自己很多启示 很重要的提醒 我得真的先明白道了 我才能传呢 就像刚刚提到的 我们还很多欲望很重 可能都会抵不了这些诱惑 那我们要修道不容易 那更不可能去传道了 所以这个当老师 我们可不能着在 读了师范学院就可以当老师了 不能是这样的标准 我们要知道刚刚讲的 当老师这个行业最好积功脸的 但是假如我们不好好当 那折福报也很厉害 一体两面 有一个教书先生六十多岁了 有一天就跟他太太说了 我这一生虽然没考上功名 但是你看我都在血管里面 教书一辈子 家里也没有愁吃穿 他等于也是有一点 在太太太面前炫耀了 真明理真的把圣贤学问学进去 不会炫耀我 认真当老师的人 会不会炫耀自己 我当了一辈子 我当了一辈子 教书先生 我当了一辈子 家里不走吃穿 真正认为是本分事 不会拿来炫耀 这些心境我们得要体会 我们才能够自知 才能够知人 才能爱护自己 不然自己飘飘然 傲慢起来了 自己不知道了 听到别人有那种炫耀的话 他可能慢心开始在执掌了 老师这个时候 父母这个时候 懂得点拨一下 可能就把他的习气止住了 静于未发之未愈 愈防法 但是他假如已经起来了 你越早调伏 他就越能够调伏得下来 等到他二三十岁了要调 就很困难了 我们观察老和尚 我们有听过老和尚哪一句 标榜自己吗 观察老和尚 我们就会自知 就会知人 太上感恩篇说的 太上感恩篇说的 不炫己常 不炫己常 应该做的 应该做的 做的不会放心上的 所以一个真正孝顺的人 这个假如 你跟他说 哎哟 你很孝顺 他会惩慌惩恐 他会说 没有没有我做的还不够 一个真正很用心的老师 他觉得这是我的本分 你称赞他 哇 你真是一个伟大的老师 他可能还会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 这就是心境 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凡人 我们的差别就在这个存心上面 这几天我们有一位年长的学长 他就反思到 自己曾经起念头 我校道做得不错了 哥哥姐姐都不在 父母身边是自己在身边的 我就不知不觉 自己觉得自己做挺不错的 后来他看到王熙海老师讲孝道 他升惭愧心了 以前还觉得自己做不错 跟王老师一比 还是有差距的 而我们看王熙海老师 他不只孝顺自己的父母 不认识的老人 他在医院遇到了 都尽心尽力照顾 是读诸父 如是父 送走了一百多个老人 这个是孝顺 这个是孝开发了自己的性得 这个性得一开 会静天下之为人负责也 所以古人你看通达人性 交以孝顺 所以敬天下之为人负责也 交以孝 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凶责也 他孝顺 他孝顺真的显发了 他看到别人的父母 也同样升起一种尊重了 所以我们不能升起觉得自己做得挺好的 这样会致满 人心唯唯 道心唯唯 人的心会变化的 你进一步 有可能退九步的危险就出来了 升起了自己做得挺好 很不错了 开始致满了 自己不知道了 而且他还反思到了 自己对公公那种笑 好像该做的事都做了 可是察觉到还是跟对父亲的心境不一样 这是他自己的反思 一个人会不会修行 就是老阿上常教导的 六根接触六成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爸爸跟公公平等了 哇 那这个真心慢慢就显发出来了 所以会修行的人 在一切静缘能观照到自己的分别执着 进而把它放下 就会修了 我们修行的功夫 再放下 放下才是功夫 不是外面修学的形式 念了多少佛 读了多少佛 读了多少经 那个是手段 有没有真正达到 放下分别执着 习气的目的 那个才是实质的 不能看相 成德曾经接触过 无量受惊人背的人 但是讲起话来 都挺傲慢的 他不知不觉 会觉得我会背 别人都不会 他就不知不觉 傲慢了 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心念 警觉性要很高 不然自己不知不觉 被自己给卖掉了 随顺习气 最后拉不回来了 老和尚最常讲的就是这一句 我们不能忽略掉 六根接触六成 老和尚说不起心不动念 那是法身大师 境界比较高 我们到极乐世界 在做这个功夫 现在先练不分别不执着 这个执着呢 主要是我执 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静缘呢 把这个我越来越淡 这个会用功了 我们在教学的因缘当中 自我的感受越来越淡了 能够去体恤孩子的心呢 那这个就会修行 他面对学生就是行菩萨道了 所以这个亲师对我们恩德很大 君你看一个单位的领导人 你很多机会跟下属谈话 我认识一个山西的企业家 这个李总 他很爱护员工 常常跟他们讲传统话 他们公司没有人离婚 你看这个领导人有没有基因的 我又遇到另外一个同事 我在海口遇到了一位同事 姓王 他东北人 他以前也在一个不小的单位工作 他跟我说 他们同事只剩下他们夫妻没有离婚了 你看一个单位的风气影响很大 那这三个角色很重要 我们的思想观念正确 所以就不会误导跟着我们的人了 我之前 这个都是二十五年以上了 当时候 当时候呢 陈德是从事于教育训练工作 这四十五年以上了 你们知道这个行业吗 什么潜能激发 激励课程 灵修 心灵课程 都属于这一个部分 我记得那时候收费不低 我还成为top sales 这个二十 二十七八年前 我们当时三天的课程 多少钱呢 五万五啊 三天 二十七年前 结果 这上完课的人 问题没解决 我这个top sales 有点干不下去了 因为觉得 请他来上课 就是希望解决他的问题 可是好像没解决 还增加了他一个问题 因为他每个月还得还债 又增加他的经济压力了 所以这个要感谢我的父母的教育 比较重义轻利 这样的钱我有点赚不下去了 就像当时我当老师 我所看到的情景 不是一代不如一代 一年不如一年了 速度下降的太快了 我当时候也觉得 这个领政府的俸禄 假如不能把孩子教好 我也有点赚不下去了 那诸位老师 你们都很清楚 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重要 所以你们的学生有福报了 我那时候还感觉 我自己都缺这些部分了 所以总不能继续看着 学生一年不如一年了 总要把原因找出来了 缺乏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了 那我自己得先补课 才能护念得了学生 那当时呢 那当时呢 自己看到问题没有解决 就不敢再去推荐人来学了 这个钱赚不下去了 人生往往都有一种抉择 叫义力 义跟力的抉择 当时我还是选择了义 假如现在想想选择了力 可能我就慢慢只看得到 业绩 看不到我当初的初心 初心是为了帮助这些有缘的人解决他的问题 我才推荐他上课 所以人假如忘了初发心 就迷失掉了 所以诸位同道 我们不能忘了我们从事教育的初发心 结果没多久 就坚持了这个意 就有一个同事 这个同事很可爱 他就送我老和尚的录音带 那个时候是录音带 现在已经USB了 变化太快了 他还告诉我 这是一个大陆人讲的 其实他连听都没听 他就叫给我 我受他影响 大陆人 我就想的是在大陆 其实那时候老和尚还在台湾 还我措施良极去拜见他老人家 听了一两年了 才知道老和尚在台湾 后来我知道的时候老和尚已经在新加坡了 结果一听欲罢不能了 老和尚讲的道理太透彻了 没有问题不能解决 尘德到现在也很有信心 没有问题不能解决 这样我们才能传道受益解惑 我们自己都觉得好多问题都解决不了 那我们怎么去帮助学生解惑呢 只要我们肯积极精进的来学习 要掌握老和尚的教导 并不是太难 掌握圣教的纲领 不是太难 因为好的老师会知道我们 刚举目彰 其实主家刚在哪儿 悟伦巴德啊 佛家 老和尚都抓到心的根本 行的根本 心就是菩提心 真心 就是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行 从四十九年的大仗经里面 拣选出最重要的行门 三浮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诗愿 这个就是跟着老和尚的好处啊 一下我们就掌握纲领了 就可以在一切静缘当中啊 解行相应 一行了 心境就提升了 又解得更深入 行解相知啊 就会有学而实习之不义悦夫的法喜 慢慢出来了 我好像有点沙哑 因为今天下午 刚好有同仁的父母 家人来访啊 结果有四个小朋友 我看最大的差不多六七岁七八岁吧 哇 在四个小朋友在场的情况啊 讲话真的不轻松 这个也让我体会一下民间疾苦啊 当妈妈不容易啊 四个小朋友啊 但是我也有遇过呢 带着四个小朋友来啊 非常安静 三个四个都是胎教的孩子 所以这个差别就很大了 这个教育的时机点啊 你看这个父母的恩德多大 从胎教就开始掌握住了 机缘了 大家听到这里啊 不能心里想 哎呀 你看我那些学生五六年级了 要化悲愤为力量 这个 你的学生家长可能还会生孩子 你还可以劝劝他们 假如还要生的话 要注重胎教 这个就化悲愤为力量 再来遇到五六年级的孩子 哪怕遇到二三十岁的 要想起老祖宗说的 亡羊补牢啊 由未完矣啊 众生善根不可思议啊 可不能今天一听 啊 胎教出圣人 三岁以前出贤人 三岁以后教成君子 就不错了 一听完啊 没救了啊 哇 着相了 这个法要用对啊 啊 我们听了 脑袋上的一句法语之后 产生郁闷感 这一定听错了 产生烦恼啊 这个都不善听了 我们听完呢 一定有自受用 有他的受用 这个才是听对的 好 这个最近啊 刚好 马来西亚校长职工会 有三天的培训课程 结果还来了 这个六位啊 越南的同修啊 来学习啊 我们还给他提供同步翻译 这个马来西亚的华教办得不错啊 他们现在星量很大啊 往整个东南亚在弘扬 越南也是汉文化的地区啊 那跟老师们提到 佛陀讲了一句话 万法因缘所生 请问大家 这句话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佛法很好用耶 假如我们学了佛法 现在烦恼还是很多 那真的是冤枉啊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啊 这么好的机缘被我们遇到了 你真用一句啊 决定有大利益 比方说老阿尚说的 佛法就是孝道师道 我们把这句话听进去了 我们起心动念 都不离孝轻尊师 你说这个人会不会得大利益 他马上得日清过日少了 一句就很有力量喔 那天遇到一个同修 他听了很多年的经教 他问了我很多问题 我看他学的呢 都在教理里面转啊转啊 有点转不出来了 我就请教他一点 我说你有没有曾经 选一句老阿尚的教诲 做三个月 他都在给人家上课了喔 他这个马上又说了 我看有看破放下 我说这还是理 你要落在世上 理是圆柔 只有理没有落实在世上 就学偏了 偏称什么 但学文不立行 长浮华 跟别人讲道理一套一套的 自己心里还有很多疑惑 没有解除 所以论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颜回讲道 老师怎么教他的 薄薄以闻 这叫解 约之以理 这是落实的事项 只有解没有行 没有落在世上 就会偏 只有解行相应的 亦可以服判以服 这个判就是不会偏 我们现在看 我们忽略了 我们忽略了 约之以理了 这个就是修行的问题 这个就是修行的问题出现了 忽略借了 忽略理了 全部讲的 全部讲的都是太高的道理了 他说 要做一个这些事项目的 这些事项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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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项目 如果佛教团体进来一批人 看到他夫妻相处这么恶劣 人家全部不敢学了 都退了 所以这个理不能忽略 外内未证 何而有别 你看夫妻要和乐 和谐 互相分工 别在分工上 理行与夫妇已 上则恩赐有加 下则鞠躬尽瘁 理行于君臣已 我们现在君臣关系也要学 不然我们怎么带领团体 我们没有学君臣之理 我们可能会误导团体 比方 下属不要有意见 上司叫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经典不是这样教的 下属有劝谨领导的责任 你看我们这些理没有通达 你真正做出来 可能都违背五轮 我还见过团体里面说 人家提不同的意见 马上制止人家说 我们是修六合径的 不要提意见 哇 那这个合是向上合了 那这么干下去就被一研讨了 那怎么是修六合径呢 口合无真 是大家真心话 可以一起沟通 关起门来 沟通 那听取不同的意见 对外不要批评自己的团体 不是对内都不能提不同的意见 哇 那你这个领导者 这么理解六合径 那是very dangerous 那太危险了 那本来这个领导 就是控制占有欲很强了 就比较强势了 又这么去说六合径 那这个队伍绝对偏调 那谁还敢讲真话呢 谁还敢反应问题呢 我还听到底下提一些宝贵意见 若真修到人 不见世间过 一句就把人家顶回去了 哎呀 我说阿弥陀佛 我们这些学的人 基础做人没学好 我们的团体问题 比世间人可能犯的更多问题 我们是学圣教的 要展现出圣教的智慧 而不是犯这个 世间的团体 都不会犯的错误啊 你说世间的团体 人家当领导的 哪有说下属都不能提意见 我看很少这样团体的了 人不学不知道啊 人不学不知意啊 我们不能忽略了哦 我们不是从小学传统文化的 我们也不是师范学院毕业 我们就会做老师了 我们就 或者我们一结婚了 我们就会做父母了 我一到团体 我就会做领导了 我就会做下属了 都要学的 而且不能学高了 不能一学就是大乘佛法 要从做人开始啊 人都做不好 怎么成菩萨呢 我最近观察 自身跟团体的情况 突然 头皮发麻 很佩服老和尚的智慧啊 我们出来传播传统文化 上的课程呢 是老和尚指定要上的 我们没有智慧判断 先上什么 后上什么啊 老和尚首先指定 要讲五轮大道 题目 四千五百年前 中华民族的祖先 是如何教导他的后裔的 就是白鹿洞书院这个五轮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幸 然后 这是学习的内容 进一步 博学 审问 圣诗 明辨 这个是解 这是学习的次第 接下来是笃行 那个是行 行当中 又分为三个纲领 立身 处事 接物 立身 言中性 行赌净 成分 治愈 千善改过 你看立身就是要沉净 那个成分不称 治愈不贪 千善改过 不愚痴 辱事道都是叫这个 处事 处理事情 就一句话 最重要的原则 正其义不谋 正其义不谋其立 明其道 不计其功 就是所有做事的动机 是道义 不是功力 你动机错了 事情不可能会好的 就像种子都 都不好了 怎么可能长成好的树呢 因地不争 果造欲居 处事还有接物 接物两句话 其实就是种树 第一句 行有不得 反求助己 就是种 己所不欲 勿施依人 就是树 老阿尚曾经提到 他观察了几十年 为什么他们上一代 出这么多高僧大德 真的 你看 居士当中 李秉兰老师 江卫农居士 这都是在家 很有成就的 修行人 出家也很多 为什么老阿尚说 到他们这一代 很少了 我们再想想 像成德这个是 小老阿尚两代了 孙子辈的了 假如没有找出 为什么出不了 人才的因 那怎么去改善呢 所以老阿尚找 终于找到了 因为他们这一代人 能学到传统的 伦理道德因果 能扎到这个 德行根基的人 少了 就没有根了 所以为什么 老阿尚后来 这七十五岁以后 一直在强调 扎根扎根 因为不忍心我们 得人生 闻佛法 这一生 错失了了多生死的机会了 所以 知道我们要扎三根了 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 不要像我们修得这么辛苦 他们赶快把根基扎下去了 可是虽然老阿尚特别强调 可是我们逐了相 我就喜欢大臣佛法 一讲到世间 那个是世间法 那我请教大家 穿衣吃饭是世间法 还是出世法 你假如说吃饭是世间法 那金刚经一开始不就是 着衣持波 入社会大臣 其实一个人起个念头 世出世法 他已经在分别了 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分别 根本没有世出世法 只有绝米而已 觉悟了 你不着相了 离一切相 集一切法 你离了相了 你看吃饭的时候 广修供养 吃饭是用决性在吃 对啊 先供养 清净法身 毕如这那佛 圆满报身 鲁舍那佛 供养完佛了 再供养菩萨 供养一切众生 你说吃饭是世间法吗 再来吃的时候 食存五官 这是菩提心在吃饭 念施宫啊 念施主恩啊 祭供多少量比来处啊 你用贪心去吃 当然它就不是佛法了 你用决性吃 那吃饭也是佛法 以此类推 所以这个理解的不远 自己听法都拙了 生分别了 一有分别执着 这个修学就生烦恼了 不清静了 都高下在见人家了 我是出世法 那是世间法 人自己心的变化 要看得到啊 才能从自己的念头 开始去修行 从根本修 从起心动念处修了 佛法种食指啊 食指是放下分别执着 食指是放下自我 所以教书也是出世法 你用无所求的心 去教书 三轮体空啊 是为一心清静 你付出了 好多年 学生还不感恩 你也不生烦恼 人不知而不孕 不亦君子乎 自己呢 当初一开始也是 有一份热忱投入社会工作 也是很想帮人 可是你看不懂人 你不会分辨 这个书的知见 对不对 你有可能会误导人 我们进一步去了解 这个口才很好啊 哇 这是一方大师啊 私生活非常乱啊 其实收费很高的 大家要注意了 真正契入圣教的人 他有人爱心 他有慈悲心 他还会增加你经济的负担吗 他教的东西 从哪里出来 从他心出来的 言行跟心是一不是二啊 你看佛陀 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 哪还要你花钱 孔子也是有教无类啊 现在有一个认知 越贵的越好 这没办法 人云亦云都不会判断了 师徒如父子啊 所以大家不要激动 不能只听一个人讲什么 要观察 所以以前的人 拜老师 收学生都很慎重了 藏传的说法看三年了 慎重其事喔 而当时候我们开始在学这些灵修的课程 我真的是都被家庭教育救了 我们当时候有一个在我们那个领域被视为大师的人啊 叫奥修啊 你现在到书局去 他的书摆一排啊 他谈什么 金刚经说什么 禅宗 这个 征颤大师 法语 一般的人都解不了啊 他解了一套一套的 让看的人佩服他不得了 可是真正的大学是就是九十九句对的 一句就让你下第一句了 哇 我当时候看到他的书啊 写了 这个男女的欲啊 那个 那个 欲啊 跟空的境界差不多 我吓了一大跳啊 你很多的人就接触到这之后啊 连结婚的人都放纵欲 所以这个 任言经照妖镜啊 你看末后清静明悔章啊 迎新不出 尘不能出 尘就是六道轮回 你出不去的 哇 你看他讲那些道理 让人家佩服的 五体投地 最后一句就把你推 到三恶道去了 现在 外在 外在这些诱惑啊 真的是多啊 我自己回想我成长过程 毕竟二十五岁才遇到佛法 二十五岁以前受同采影响多大 这个杀到余望 这些信息都染污啊 所以现在看到 从胎教开始教的孩子很欣慰啊 他们看同学看那些漫画 他们一接触就很不舒服 那从胎教开始的孩子 不相应 真的是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这些孩子一放假 现在都说要去找成德法师 最近马来西亚四个小朋友都是做胎教的 这一次来居然说供养法师啊 我一接过来振了一下 因为蛮厚的 我振了一下 他们怎么拿那么多 四个孩子都拿很多 我后来去问他妈妈 拿到的压岁钱全部都拿出来 因为打开来一盖还有一块钱 全部都拿出来供养了 所以胎教的孩子的很善法易入啊 好 所以我见了这些孩子 觉得明天会更好 这个孩子很有希望 好 所以这两句啊 非圣书 禀勿 必聪明 坏心志 我们首先要自爱啊 现在一只手机啊 讯息量很大 我们有没有定力啊 不受这些讯息的染污 手机就是我们一个修行的境界 要用决性来面对手机啊 手机也是佛法 他会变成你的很好的秘书啊 更好地把事做好 更可以去利益人 那物质报 物质气啊 胜与贤可寻致 这个物质报啊 是不要自以为是 而狂妄自大 这个也要从事虽小物善为啊 小孩子从小就习惯自己做主啊 他就容易依自己的意思了 我们要了解 一个人能够处处都在道中啊 他首先一定是持戒 手礼 养成习惯 所以《孝经》里面有提到 非圣王之法福不敢服 非圣王之法言不敢道 非圣王之德性不敢行 你看穿衣 一言一行 都依圣贤祖先的教导 经典的指导 慢慢慢慢 因为经典 就是我们信德流出来的真言 所以他坐着坐着 他自信 得能就因为依照经典 慢慢会显发出来 你看戒是佛行 金是佛言 你照着经典 照着戒律 你慢慢你的真心 你的佛心 就会显露出来了 那一显露了 言满天下无口过 行满天下无怨恶 因为他显发出来 他所讲的话都跟他的真心相应 不会讲错话 也不会做错行为了 我们观察老和尚的言语 都在道中 一举手一投足 真心的流露 这个每个人都做得到的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所以孟子将自暴自弃 下的定义下的很好 言非礼意 为之自暴 我们一讲话没有依照礼意来讲 其实就是没有依照信德来讲 我们感受一下 一讲话都不依经典 不依礼意 廉耻 那这个心就已经自以为是了 就有狂妄在其中了 我们都是我觉得怎样 我觉得怎样 那是代表自己的看法 比圣贤人的看法还对了 孔子都说他恕而不作 那怎么我们后世人都觉得自己厉害 这是我发明的 这个心境就容易偏 其实我们现在难就难在 这个自以为是上面 我们就不会很老实听 圣贤祖宗的话 我自己也感觉 我成长过程好像觉得 我这一代人是最发达的一代人 以前的人都比我们落后 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态度 到底是读了什么书 慢慢变成这样 我也不知道 所以自己怎么堕落了 自己不知道 不知不觉 我现在想想 可能是达尔文净化论 后来老婆这样一讲 人的智慧跟亲近心是相应的 心地越清静越有智慧 我这欲望那么重 我跟古人不能比 还觉得比古人进步 罪过罪过 要忏悔这些心念言行 都犯了过失的 都犯了过失的 那物自弃 那就不能自我放弃了 这我们在教学当中 信心很重要 我曾经听到这些同行的说了 说小学老师是忧郁症的高危险群 可能是统计 这个学校老师压力太大了 这个可以理解 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老师 在学校里面35个学生 你要教导他们做人做事 还要顾及他们的安全 而且日常工作 改步子这些事物也不少 我应该跟大家分享过 有一个女学生 插窗户 爬得好高 还要把最高的那个 要拆下来 然后看着我 老师可不可以拆 我说不行 我话才说完 他已经动手了 然后就看着他在我面前 落下来 玻璃睡在他的身上 你看当下那个情境 要有定力 不然割伤了这个人家家长怪起来了 也不好说了 我当时候应该是有念佛吧 马上不要动 不只让他别动 旁边的同学也不能动 你一不小心割伤了就麻烦了 然后马上来某某同学拿扫把来扫 先把他拉出来把那个女同学拉出来 幸好没割伤 我事后觉得是因为我叫他们念 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英志文 所以感应这些天地神奇来护把 现在学生都有来历了 夜都不清 所以什么时候他的夜报要现前了 很难讲 我们护法团队比较强 这些冤心寨主不敢靠近 这样比较安全 然后再教孩子好好激光烈的 每天回向化解冤业 能念阿弥陀佛 二十五菩萨随附期的 今天遇到一个女士 她跟我问了个问题 她说 我感觉我好像被压身了 睡觉的时候被压身了 我学佛以前也有这些经验了 学了佛之后就基本上没有了 然后她说她压身了 她就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像效果不大 后来她遇到牧师 然后就告诉她 你就想 这个上帝来 来护持你 她说效果比较明显了 她问我这个问题 那我就跟她分析了 我说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你跟她的这句佛号 你了解的 你根本不了解 你念起来不够相应 她的力量就小 然后你请这个上帝 天神来了 他在你身边 这个冤心在主不敢靠近 可是问题 你这个债还是没有还 可是你念佛 有功德的给他回向 给他超度了 这个债还掉 所以一种是症状解 一种是根本解 而且你这句佛号 真的念相应了 二十五大菩萨保佑你 所以你还是要多听经 你才知道这个佛号的功德 不可思议 当然我跟他说 这个宗教都是好的 那这个 刚刚跟大家提到 这个 学生都有业 但是我们有教育的慈悲心 就跟诸佛菩萨 跟这些天地神奇 去感应 都会变成我们的护法 这是我教书 那几年的心得 我以前听我妈妈说 说我那个舅舅 跟我母亲说 你教书这么久了 连个家奖 连个寄功都没有 我母亲回答 孩子平安就很好了 还记什么功 结果我母亲说 很奇妙 他弟弟问完他之后 接着他就开始记功了 这叫命里有时 终须有 但是那句话 真的是当老师的心生 孩子能平安 是最好的事情 那真的 我们一念 无私的爱心 都会起感应到交后 那我们 要教孩子了 物质暴 物质气 我们自己也要 真的是 对自己有信心 来真的 相信自己可以成圣贤 我们才能把这份信心传递 刚刚提到的 老师 得忧郁症的比例 可能比其他行业多一些 而忧郁症 往往对自己信心不足 老儿上常说 没信心 山崩地陷 你看地陷下去了 一个人对自己 没信心的时候 好像一直往下沉沦 别人想帮我们 使不上力 因为自己没信心 就容易自弃 放弃自己 那再好的良师益友 他使不上力 天助自助者 天救自救者 天气自弃者 他自己放弃自己 圣贤佛菩萨 良师一有 使不上力 所以这一句经文 要交给我们的学生 他往后就不会有忧郁症 我们做孩子一生贵人 要替孩子想得很深远 他们现在要建议哪些心境 哪些做人做事的态度 才能确保 一生幸福了 诸位同道 我们相不相信这一生可以成圣贤 我自己本来也是 对自己没信心 因为成长的过程 学业也好 才艺也好 都不如人 比赛都不会找到我 在这种氛围 攀比之下 当然也没什么信心 但是我有一点善根 就是我觉得 圣贤佛菩萨 还有老和尚不会骗我 这一点我 没有任何怀疑 那既然他不会骗我 那他跟我说的话 都是真的 那佛讲的第一句话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 智慧得相 那我不怀疑这句话了 我遇到一个同修跟我说 我很相信佛陀 可是我不相信自己 我说你这句话 逻辑上有问题 你相信佛陀了 那佛说的话 你应该相信 那佛讲的第一句话 就说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那你连这句话都不听 你怎么说你相信佛呢 当然这一份信心 也随着自己依教奉行 会渐渐提升 比方老阿上说了 我们要放下知识之力 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 贪嗔之慢 因为这些东西 障碍我们的自信 我本来是top sales 想要赚很多钱 现在这个念头放下了 要为众生着想 转了这个念了 知识之力 但了 感觉自己的潜能 慢慢就会 一点一点透出来 你越感觉到自己 潜能有提升 这个信心就跟着增长 像成德自己是中文最弱的 但是自己有如来智慧得相 肯依教奉行 自诚感通 求佛菩萨加持 当然我还是有在地藏菩萨面前 布施我的东西 放一杯水 求他地藏菩萨加持 记忆力会变好 这个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这个也是依教奉行 你看佛菩萨多慈悲 给我们好多 善巧的方法 可以改善的方法 好 那 我们相信自己 也相信我们的学生 都能成圣贤 我们看孔子 是我们的好榜样 这个孔子的弟子中 指路算是年长的 他第一次看到孔子 他自己的穿着 头上戴着熊鸡毛 腰间佩戴母猪皮 一副野人的装扮 当然是散发很率直 很勇猛的个性 然后有一股 肾气凌人的气势 那也不知 圣贤学问的高深 甚至 还有点不恭敬孔子 后来经过孔子的教化 那这个是物质暴 他放下了这些 自以为是粗暴的行为 他也很努力 你看他努力的这种态度 这个指路有闻 闻了老师的教诲 他马上去做 未知能行 唯恐又闻 听了没去做 他会觉得心不安 我不要听太多 我学一句 我做一句 这个是 很恭敬老师教授 这个不玩弄 不消遣 学一句好好去落实 我们看到他临终的时候 死于魏国的内乱 他临死前 还不忘老师教导 还把自己的帽子 带正 这个精神让我们为之动容 所以他能本来这么出野 最后成为孔门使者之一 这还是对老师教会的尊重 他也是从政的一个榜样 另外这个物质器 我们想到孔子 也是十大弟子之一的染球 他是多才多艺 他跟着孔子学习 人得大道 学大学之道 然后他自己感叹 这个在论语里面有说 非不悦子之道 力不足也 他对自己的老师说 我不是不欢喜仰慕 扑子你的道德学问 我是力不足 我能力不够 结果孔子马上点他 你看我们念头不对的时候 自己没发觉 还觉得自己这样的认知很对 就形成严重的障碍 就障碍自己了 旁观者轻隆 我们今天修学没有办法不断提升 一定是我们的念头里面有问题 形成障碍了 那孔子马上提醒他 力不足啊 是就好像人走路 走到一半没力气了 中道而废 你现在还没走呢 你现在都还没开始呢 所以你不是力不足 你是金乳化 自己化地自现 不相信自己了 障碍住自己了 所以为什么学大臣佛法 要学大臣起信论 要对自己先有信心 一没信心 就跟染球的问题一样 自我受限 老和尚在讲经也常常提大臣起信论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老和尚不管讲哪一部经 哪一个主题 整个大臣佛法的精髓 都在这一部经讲解过程 知道我们 所以名师人师难求 这是我们的福报 而且你看老和尚引了句子 还加了两句 让我们更能去体会 这都是老和尚的慈悲 你看大臣起信论很重要的两句话 本觉本有 不觉本无 结果老和尚在 本觉本有底下加了 一定可以恢复 这句话大家应该有印象 这句话入了自己的心没有 入进去 会有力量 中庸说的言悔 得一善全全福音 放在心上 随时可以提起来 不会忘失这一句教诲 不觉本无 决定可以去掉 不能再说 哎呀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那是不觉 那是妄性 它是虚妄的 不能把它当真了 就形成自己的障碍了 我脾气大 脾气拿来看看 假的东西 你正念现前 斜念 贪嗔痴 这些情绪就污染不上了 好 所以这个是举了指路跟染球的例子 让我们对物质爆物质气啊 有更深的体悟了 所以圣与贤可寻置 本来就有 我肯恢复啊 绝对可以恢复 蔡庚潭勉励我们 我们要装身与千古圣贤之列 不屑为随波逐浪之人 我们再延伸 装身于阿弥陀佛的俱乐部之列 不屑为六道轮回的凡夫 好 别再搞轮回了 这一生是最后生的 所作以伴 不受厚有 愿与诸位仁者共贬之 好 谢谢大家 我们弟子归的学习 今天告一段落 我们下礼拜 进入太上感应篇的课程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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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